OK,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乐曲是什么呢? 今天我要直接破题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叫做动物狂欢节 动物狂欢节 好,这个曲子非常的有名哦 那很多人在读国小的时候啊 小学的音乐老师应该就会介绍给你听的 那动物狂欢节呢 他的作曲家叫做圣桑 圣桑 那圣桑的原文啊,我把它写在后面哦 好,他叫做圣桑 好,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呢? 他是法国的音乐家 那他出生的年代呢 是1835年到1921年 你有发现他是一个很长寿的作曲家吧 好,那我们再回到动物狂欢节 那动物狂欢节呢 我想你以前在听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很多很多的片段 对不对 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介绍的是 叫做乌龟 今天啊,老师要带你欣赏的是这一首 乌龟 好,那在听乌龟之前呢 我先来讲一下动物狂欢节的故事好了 那话说啊,我们圣桑啊 他在1886年的时候呢 他到奥地利去散心 那他就参加了当地的狂欢节 那他的好朋友呢 就邀请他来做一个创作 所以他就很随性的 为了那个音乐会做了一首创作 那他的这个创作呢 就描写了动物的生态 所以呢,就把它叫做动物狂欢节 那因为啊,他也是很随性的 很极心的写 所以啊,他当时本来是没有要公布这个曲子的 他这个曲子里面呢 他只同意公布天鹅这一首曲子 其他的曲子是不能公布的 那所以啊,大家是等到圣赏过世之后呢 才把这所有的歌曲啊 都把它拿出来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享哦 那这个曲子非常的有趣 好,那这个曲子呢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哦 好,听到这个曲子啊 你有没有发现他果然很符合他的主角乌龟 为什么呢? 没错,因为他的速度啊 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了 他的速度啊非常的缓慢 就像是乌龟一样 那这个旋律啊是不是也很熟悉呢? 原来啊,这个旋律啊 他是借用了奥芬巴哈的一个歌剧 奥芬巴哈 那这个歌剧里面呢 那个歌剧的名字叫做天堂与地狱 天堂与地狱 那这个本来的旋律啊 是一个康康五的旋律 所以既然是康康五 你就知道他的速度应该是快的还是慢的 没有错哦 他的速度本来是快的 那我们的圣商呢 把这个旋律拿来做乌龟的一个描述 所以呢就把速度整个放慢了 也难怪他这样子篡改了奥芬巴哈的作品 他不敢在他活着的时候公布 那就是也是尊重原作者哦 那我们来听听看奥芬巴哈 天堂与地狱里面的这个康康五的曲调 同样的曲调你听听看不一样的感觉哦 是不是跟我们的乌龟非常的不一样呢 这里就会让你有种想要跳舞的感觉 好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回到动物狂欢节本身哦 那我们刚刚有讲嘛 其实啊他是一个组曲 他总共是由十四首小品组合而成 十四首小品 那他用的是像室内乐的方式来演奏的 那你知道这十四首有哪些吗 比方说像第一首呢 就是序曲还有诗王进行曲 他是由双钢琴演奏 然后呢第二首下来就是有母鸡公鸡 然后还有野鱼那第四首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乌龟人他是在里面的第四首 那第五首是大象 第六首啊 那第十二首是画石 第十三首啊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可以公布的天鹅 非常优美的曲调哦 是大提琴演奏的 那第十四首呢就是中曲 那这十四首呢就组合而成我们的动物狂欢节 那关于动物狂欢节 你要记得哦 他里面啊有十四个小曲组合而成 那在圣赏活着的时候呢 只有公布了天鹅 等到圣赏过世之后呢 所有的作品才浮到台面上来哦 那关于这个曲子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 这就是试试的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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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